如果是花花以后特别的顾重 你家里有逼婚了吗 我才刚毕业啊 但是你好像比较急啊 急着要去丽江什么的 那你 出去你不怕别人认识吗 我会乔装打扮一下 我的个天哪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张震玥吧 你再找找就变张飞了 你老的时候还蛮有型的 其实回头率还蛮高的 但是我跟别人一对视的时候 当我感到有人看我的时候 我一看到他 他马上会把眼睛给闭过去 因为太像坏人了 什么意思吗 有胡子就是坏人 我大胡子是坏人 我大胡子是坏人 所以你看啊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又爆了光 是 贴胡子这招没用了 完了 没用了 胡子又舍不得扔 对 怎么办 贴头上吗 男扮女装吗 倒立江吗 男扮女装倒立江 他们两个在花招里面 是迷糊的代表 是 我们来有出有根像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各种迷糊 帅了 帅 我的书没了 有人看到我的书了吗 怎么办 我的书就在那了 我手机丢帮他吃饭的东西了 我的包没了 呼叫身份证都没了 呼叫飞行键也没有 身份证飞行键也没有 哪儿签犯的呼叫原来 赶紧给托文厅出了军关键处联系 因为这会儿他们已经可能困陷了 那他们赶紧给我们回复合查 因为马上给国内发合查信息 合查你们深色的信息 我现在 手机啥都没有 咋整啊 哈喽 哈喽 我管账 十四万给我啊 那好多的 现金啊 哈喽 哈喽 又丢了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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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我买一条绳子 然后把你拴到我口袋 哈喽又丢了 这哈喽 这哈喽怎么老不见你 哈哈 可以一点 我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走丢的人 其实我没有丢过 就是 因为我 真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的心态是说 是大家走丢了 没有 又不是我走丢了 我一直在路上 我一直在啊 一般是在哪找到他 这个我怎么笑成这样的呢 菲姐 一般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唱歌 或者拉琴 或者在街边卖艺 那我一定就会 去那些地方找 很容易在那地方停留 对 我在十四路口有停留过 对吧 因为他那个欧洲的路牌很有意思 就是每一个路的路牌 都是一幅画很 所以他就会觉得特别有趣 很美 对 但是他这个还算好的 最可怕就是咱们如果是 大概过年的出去旅行 你把护照好掉 对 这个真不是 太麻烦了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经验 有一次在巴黎火车站 我们坐了地铁 然后呢 发现有一种穿着 最容易被偷 什么穿着 就是所谓的观光客打扮 再说一遍 什么客 观光客打扮 我说观光客 后背包 后背包 撤腰包 屁个后面还放钱包 对 那些爬手 专门锁定这种的 这种造型就是说 你来偷我吧 对 然后地点很急 就有那种小小的女孩子 她们是一个集团 她们就会在你后面啊 你这样很明显了吧 对 很明显吗 人家谁会这样啊 我不是小偷嘛 他不专业嘛 人家不专业 对 特别要小心 别背着我后背包 太危险了